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因盘缠用尽 无法回乡 在下不才 以自小学得的一套家传减法 如今好筹钱上路 所以在各位父老面前献丑了 希望各位乡亲父老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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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什么 不饶笑 姑娘 你如果觉得不好不打赏便是了 何苦要嘲笑在下呢 我没说过不打赏 不管你刚才失手的动作实在是十分有趣 我不笑不成 姑娘看起来像个大家闺秀 难道家里没有教你如何尊重别人吗 你这个江湖卖艺的竟然敢说我没有家教 不敢 在下只是破语无奈才卖我求生 刚才只是一时失手 可是姑娘的态度 却对我们习武之人十分不敬 人家江湖卖艺的哪有像你这样的 又没有喉顶银枪 也没有胸口碎石 就凭五两下的花拳就来跑江湖 本小姐看你已经给你面子了 居然敢有胆教训我 还说是习武之人 我看你是江湖骗子 我跟那些江湖卖艺的完全不同 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我为什么不懂 我哥的武功在武林上可是数一数二的 刚才你那招有凤求仪 我也会 你看 我比他翻起来漂亮多了 是不是啊 你这三角猫的功夫就拿来丢人 还有脸说自己是习武之人 你刚才说我是三角猫的功夫 那姑娘有没有胆量跟在下比试比试呢 好啊 怎么个比试法 姑娘 你的桃子可否且在下一用 可以啊 接着 姑娘 如果你在三十招之内抢不回这个桃子 或是让我离不开这个圈子的话 就要给我磕三个响头 并叫我三声师父 若让我抢到呢 你出什么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就向我磕十个响头 然后叫我做太师傅 从此不准用简 跟我回家为律为马 一言为定 先说好了 不准离开这个圈子 离开了你便输了 君子一言 快马一边 第十八招了啊 姑娘 第十八招了 你连桃子皮都摸不到一下 记不如人 赶紧磕头拜师吧 笑什么笑 快都给我滚 你这个样子比刚才可爱多了 还不快磕头拜师 是 还没到三十招呢 我还没输 这招我下堂再用 你 别动 出了这个圈子 你便输了 可你不能这样啊 简直无理取闹 是啊 我喜欢 怎么样 你没有学过吗 连女子也小人难养也 我是女子也是小人 怎么样 君子爆出十年不晚 等着瞧 好 好 又是你啊 兄弟 是不是来赎回玉佩啊 不是 我来当是两把捡 好 兄弟 你总错地方了 我们不当兵器 为什么 兵器就是凶器 如果出门 谁还敢来买啊 老板 你帮帮我忙 我急等着钱用 很快我就会把这堆钱赎回去的 对不起了 兄弟 我真是帮不了你的忙 不如这样 你从这里向北行二十里外 有一个叫二贤庄的地方 庄主叫做善雄信 他结交天下豪杰 而且输才丈业 你找他一定会帮你忙的 二哥 二哥 怎么了 二哥 你快去替我报仇 来啊 哎呀 到哪里去啊 报什么仇啊 现在正是大哥丧妻 庄上所有人都在扶桑受戒 怎么 你又在外头惹是生非了 是刚才那个卖艺的 当众羞辱我 二哥 你不替我出面出这口气 你叫我怎么在江湖上立足啊 慢慢说 好好告诉二哥 到底是什么人欺负你 为什么欺负你 又是怎么欺负他 刚才我在陆州城见一个人在卖艺 我见他伸手一般 便笑了几声 谁知他脑星成怒 他就拉着我 要跟我比试抢头 然后 然后他就用轨迹把我摔倒了 那你说说看 他是用什么轨迹把你摔倒的 用什么也好 反正啊 你不出面替我出这口气 我三天不理你 甚至你不对在先 你还抢此多礼 第一 人家落难江湖 才会卖艺求财 你不仅不帮忙 而且还当众取笑人家 这就是不对 这对一个练武之人来说 那可是奇耻大辱啊 怎么你跟他说话一模一样的 第二 你既然答应跟人家比试 败了 就是既不如人 应该心服口服 向人家道歉请教才是 而现在 需要找人回去报仇 这跟无赖有何区别 你这样做 不仅江湖上会不服我二贤庄所为 还会骂我善雄信不变黑白 叫媚无方 到时候我才没有立足之地 你要是不替我报仇啊 我以后怎么在陆周城见人呢 二哥 你叫我怎么办呢 面子是靠自己正回来的 好 告诉二哥 这个人 是怎么把你摔得四脚朝天的呀 二哥 不许你取笑我 二哥 你妹妹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 亏你还笑得出来 冰冰 其实人家摔你个四脚朝天 已经给你留足了颜面 人真是要不留情的话 你早已断一手一腿了 我看他不像有那个本事 你遇到的可是江湖上一个少有的高手 就说他的妖马功夫 已不在你二哥之身上 就是你师父的轻功 顶多也好他一两份 我才不信的 要不你和他去比一比 证明给我看 想用激将法激我出头 我才不上你的当 二庄主 外面有客人求见 已经在嘉义堂等候了 是谁 是个异乡客人 他希望将家传的金简抵押 换点盘缠 卖简的 他长什么样 二十来岁 挺英俊的 就是他 小姐 纵上门来了 怎么是你 你送羊入湖口 现在我们看谁怕谁 何伯 关门 叫所有人拿上武器 好 冰冰 不得无礼 舍未失礼 过门都是客 怎么能这么对待客人呢 二哥是他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现在最好给我闭嘴 壮士 得罪了 不客气 二庄主 这位壮士 要求拿简 筹路费回家 在下 从山东历城押接犯人到陆州 应与同班误会 误了归期 盘缠已经用完了 现在欠下客栈的食宿费用 在下就问山庄主狭义为怀 所以特意向山庄主求借三百两 在下以家传金简作为抵押 在下一回到山东 便立刻筹钱回庄赎 不见 绝不失言 江湖救急乃义不容辞之为 区区三百两又何须抵押 你先拿去解决当前困难 日后方便路过本庄再归还不迟 贺博 到账房拿三百两交给这位壮士 好 是 山庄主真不愧为江湖人称一波云天小关羽 在下秦某对于庄主的大恩大德莫齿难忘 从山东历城而来 又姓秦 莫非你就是人称小孟长的秦叔宝秦大侠 惭愧 在下正是 你就是秦叔宝 就是你害我侄儿 在下行事光明磊落 你怎么可以诬陷我陷害你侄儿呢 冲儿的腿就是你弄断的 粉面狐狸善冲 就是你们善家人 好 我自投罗网 无话可说 今天心仇旧恨 我们一起来算 二哥 我要替冲儿报仇 冲冲 二哥 他怎么样 要不 秦兄弟 不要乱动 来 你们要杀要挂随你们便 可你为什么要用迷药把我翻倒呢 秦兄弟 你误会了 如果我要为冲儿报仇的话 我会光明正大的跟你决斗 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何况我要杀你的话 你现在已经死了 还能活到现在吗 那我为什么现在 温身没有力气呢 这几天你风寒入骨 但是你又强韵真气 所以导致真气倒流到六府 幸亏挽救及时 否则你会武功全尸啊 我已经让大夫用银针替你把真气 倒回百会 现在正是百会进川之时 须两个师臣不能乱动 你试一下运气 是否比刚才舒服多了 山庄主 在下一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在下真的是惭愧万分 这都怪在下管教舍媚不利 在鹿州开罪阁下 所以才引起刚才的误会 明明快点向秦兄弟赔罪 秦大哥对不起 不不不不快快请起 秦大哥请饶恕徒儿的胡作妄为 山姑娘 只是一时误会 你何必行如此大礼呢 这不是道歉 是说过要磕头拜师的 师父 山姑娘 咱们只是一时的玩笑 你何苦这么认真呢 我这个妹子本性不坏 只是任性刁蛮 不过她对你的武艺 从心底里佩服啊 如果你有时间 就玩着指教她几下吧 山庄主既然吩咐 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快请起吧 谢谢师父 好 秦兄弟 我庄中还有一人非见不可 谁啊 崇儿 进来 恩公 山庄 秦兄弟 别动 恩公 你的腿 要不是恩公及早 帮我找大夫蓄骨的话 我现在已经是个瘸子了 恩公的大恩大德 山庄再次谢过 山庄主 据我知道 官府设下的圈套引诱你们去 救山庄 可是你们还是能把山庄救出来 在下真的是非常佩服 哪里哪里哪里 这全靠王英雄啊 他呀也是我师父之一 谁啊 那是一样的 你说是有些人 我甚至是有些人 他不认识 我赞个仇女 很了解 你 善庄主 如此小事你都这样操心 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 天下之大 我们有缘相见 但都是兄弟 我善雄信 岂能坐视不管 秦兄弟 你就安心静养吧 好 冰冰 这几天 你就好好照顾你师父 好 不不不 善庄主 小姐如此千金之体 怎么能照顾在下呢 反正你受伤了 我也有责任 算是我赔罪也好 算是徒弟伺候师父也好 秦大哥 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恩公 我姑姑是这样的 凶的时候像母狼 顺的时候像小羊 你这小子 说我像母狼 拿好了 别胡闹了 不要妨碍秦兄弟睡觉 秦兄弟 告辞 叔宝哥 你怎么跑到外面来了 你才刚好 已经躺了十多天了 再不活动一下的话 我的骨头就该硬了 我在镇上给你挑了件衣服 不好意思 让你花那么多钱 要不你还是送给善庄主吧 不用了 我尔格很多衣服呢 我看你们有几件衣服 所以我特意去小镇挑选的 你不要枉费我一番苦心啊 那就多谢了 叔宝哥 我看你今天精神不错 不如教我武功吧 好啊 你想学什么 就教那天我们玩抢桃子那种腰马功夫吧 挺好玩的 小心 怎么样 美士兵 大师傅 也是我的一个师父 王大侠 久仰久仰 你就是百里秦飞狐的历程捕头 秦叔宝 秦大侠 秦大侠 连善冲你都追得到 你的轻功真是不错 不敢当 当日是因为善兄弟受了伤 我才能够追得上的 不是了 叔宝哥挺厉害的 那天还跟我玩抢桃子 他双脚不移 我用尽了师父你教我的轻功 可是三十招之内 连桃子皮都没摸到 还摔了个四脚朝天 什么四脚朝天 不 那都是一些小孩子的玩意 原来兵兵所学的轻功 是小孩的玩意 我倒想看看 秦兄弟是什么大人的玩意 王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的是我用的是 小孩子的玩意 原来秦兄弟用了小孩的玩意 就能打败我两个徒弟 那我倒想见识见识 秦兄的小孩的玩意 王兄 你误会我了 是误会也好 是现实也好 现在我两个徒弟 都丢人现眼了 我这个做师父的 心里也不好受 秦兄 现在 我还有一个玩意 希望能赏脸 陪小弟玩一下好吗 两个师父玩游戏 好啊 好啊 冰冰 冰冰 你 秦兄 这是玩玩而已 不伤身体 更无伤大雅 若你不玩 那表示你 不愿意交我这个朋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王兄 好 那就是愿意了 书宝哥就玩玩嘛 也好让我开开眼界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接受王兄的邀请 不知道王兄想玩些什么 小弟不学无术 平生只有四种雕虫小技 勉强可以见得了人 那就是书法 剑法 轻弓 和暗器 其中 剑法和暗器 如同一者 所以 只能算是三种 我最满意的是书法 最在意的是轻弓 和暗器 今天 我们可以玩一下 抢铜钱的游戏 怎么玩法 这里有三枚铜钱 等一会儿我会抛出去 在三十招之内 我的脚不着地 不握铜钱 如果你能抢到一枚铜钱 就算你赢 当然了 你也可以令我和铜钱着地 也算你赢 不过我先说清楚 我发出的铜钱是很凶的 不要硬拼 如果三十招之内 你做不到 就算你输 怎么样 秦兄 好玩 好玩 你们两个开始吧 好 那我也想见识一下 王兄请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小心点 秦兄 我落地了 我输了 不 是我输 刚才如果不是单庄主 接住铜钱的话 那铜钱早就打在我的后脑上 王兄的轻功和暗器 真是世间一绝 今日一见 真是三生有幸 秦兄的胆识 秦兄和步伐也是世间少见 小弟 心悦诚服 两个师父都好 看得我眼都化了 秦兄弟 其实你的轻功跟博党比起来 还差得很远 如果你刚才以性命相博 不知道有多少次 都会被铜钱打中了 多谢王兄手下留情 秦某甘拜下风 其实你们两人 已是现今江湖上少有的高手了 大家朋友一场切磋研究 无伤大雅 但不等 你的铜钱杀性太重 以后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 二哥 我知道了 还是我二哥厉害 转眼间便在两个高手之下 将三个铜钱没收 冰冰 雕虫小记不必见效 好 看来你们都认识了 博党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我的副帮主 博党 今晚的大会准备好了吗 二哥 都准备好了 秦兄弟 看来你已经好的七八分了 今天庄上我们有个聚会 你一起来吧 很多兄弟你都认识的 好啊 兄弟同心 七历断金 无畏强权 警告成金 礼成 请帮主 副帮主上座 各堂主 寨主上座 请帮主 我们的庄主 也就是我大哥善道 无缘无故地被李渊案件射杀 这个是我的私仇 我一定汇报 但与帮中兄弟无关 我警告各位兄弟 切勿插手 否则帮归论处 第二件事情 我要向各位介绍一位 我刚刚结识的英雄豪杰 我仰慕他很久 只是无缘得见 今日他路过陆州 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 得以相见 谁啊 谁啊 这是谁啊 他就是仗义书才 救人无数 百里秦飞狐 救而不杀的山东小梦长 秦书宝 秦兄弟 请 各位兄弟 秦兄弟 秦兄弟 大家安好 别来无恙啊 善庄主 书宝 各位兄弟 善庄主刚才对在下的称赞 和各位兄弟的热情 实在使在下受宠若惊 其实在下所做的 和善庄主比起来 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下能够和帮主 及众位兄弟结识 真的是在下 一生最大的福气 善庄主 你们还是谈论帮中之事吧 我先告辞了 书宝 你别走 你就坐在我的旁边 请 善庄主 你们谈论的是帮中正事 我是一个外人呢 怎么是外人呢 你不是说他们是你的兄弟吗 既然你和他们是兄弟 那也是我的兄弟了 请 请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请 请 帮中大会 现在开始 各位兄弟 去年我们帮中收入为253万两 其中180万两是由贪官而来 其余的都是从奸烧而得 有163万两 我们分别送到湖南 湖北 镇际灾民 有16万两 用来抚恤帮中伤亡之兄弟 我们去年一共犯案740次 其中失手有32次 帮中牺牲的兄弟有84人 受伤的有1479人 去年我们的收入增多了 出动作案子的次数也多了 我并没因此而感到高兴 相反 我感到很伤心 这代表着天下的贪官多了 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的钱财也多了 老百姓受苦受难也就更多了 我最希望的 就是能够有一天 和各位兄弟在一起 不再谈论拦路简禁之事 而是能够把酒对月 畅谈江湖 我也最希望咱们各位能够从商务农 再也不用在刀口上找生活 要真有那么一天 那代表着天下再也没有贪赃王法 再也没有不平之事 对 对 为此为一 好 下面 下面 我宣布一下来年的部署 大树林游俊达听令 在 你堂中缺少一位除你之外 能独挡一面的兄弟 你要尽快物色 否则大树林难以壮大 好 干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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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